首先是台灣型男團體Special 人氣超旺又是新專輯 又有不少代言活動 不過今天呢是代言公益活動 而且還帶小學生跳繩推廣運動 台灣男子團體Special 拼了命邊跳繩邊往前衝 明明是跟小學生比賽 卻超級認真 原來這回也是Special 第一次以團體身份一起代言公益 跳繩被我的腳勾到 不過沒關係嘛 就是勾到就繼續站起來再跑 永不放棄 之前也很常跳繩 因為可以練肺活量 我覺得對唱歌也有很大的幫助 七個大男生跳繩可不簡單 跳沒兩下就失敗 雖然很拉插 卻讓小粉絲看得很開心 帶頭呼籲小朋友 從小就培養運動習慣 用運動紓壓來抗憂鬱 活動現場找來醫師分享心得 小學生聽著聽著 開始做自己的事 但是看到偶像一上台 馬上竖起耳朵 當然就是很開心 可以當這個 就是這麼正面的代言人 那就是也覺得自己的 好像社會責任 就變得更重了一些 公益這件事情 我們都覺得要多多的參與 要把這個正能量宣導給大家 就是看準他們的團體魅力 基金會找special來拍公益短片 第一次擔起公益代言的重任 也為他們的偶像形象加分不少 有点TV 楊之先生 佳妮 台北報導 先去看的這位是宅男女神 豆花媚出一批 在MV返串宅女 這女神半醜 戴上這個大大的金屬鏡框 怎麼看起來呢 好像有點熟悉 跟當紅果片 我的少女時代 裡頭的女主角林真心 看起來還挺像的 豆花媚新單曲MV 戴著大大的金屬眼鏡 《地情書橋段》似乎很熟悉 情竇初開的伴丑形象 和國片《我的少女時代》 宋雲華大眼鏡造型相當神似 搭上當紅電影橋段 是巧合還是想要引起話題 我覺得滿容易引起的 因為其實這一次的 我扮演那樣子的造型 其實回想真的 我聽到的好評不斷 所以我還滿開心 這次企劃的隊友的包裝 跟改造 其實真的是讓我很感謝她 讓我煥然一新 不論MV的創意從何而來 難得出單曲 豆花媚在臉書發了篇長文 抒發內心的澎湃激昂 同為宅男女神的安心亞 更是搶頭香 第一個在豆花媚臉書加油打氣 我覺得難度就是 大家一直以來 可能會覺得我們是網路出來的 那可能就是 站在那邊像花瓶 可能就覺得只是靠外觀的皮囊 去賣錢 可是其實沒有 我覺得可能一開始很幸運 但是背後的 後續的努力 我覺得都是需要的 方向是宅男女神 安心亞的MV 火辣香燕 而豆花媚走清純路線 甚至反串宅女被祈禱而行 也很有話題 又連TV謝玉欣黃一金台北報導 金鐘五時倒數四天 好在大哥大張飛終於改口 絕對力挺金鐘 原本要肉搜評審的憲哥吳宗憲也會出席 加上瓜哥胡瓜還有張小燕 這三亡以後都息怒了 但是就是藍心眉氣不過他堅持不去 能夠湊成今天所有的晚會 整個細節 所有的人馬 都是我們演藝圈表演者所促成的 綜藝大哥大張飛 各大社會場合都有他 先前傳出與主辦單位譚布隆 不出席金鐘典禮 但21號大翻盤 張飛與中式高層見面 表示自己身為演藝圈的一份子 一定會立體金鐘 胡瓜人哪有 在台上開胡瓜玩笑 綜藝大咖們的好感情 大家都看得出來 除了胡瓜 張小燕 吳宗憲也答應出席 三亡以後總算歸位 但綜藝大姐藍心眉 她可是鐵了心 像今天最硬的飛鴿也說要去 很好 所以你還是覺得 不殺我一個 我就是過不去 我就是 我不知道我那天會不會 講出很氣憤的話 很情緒的話 說真的可不可以不要去 被評選批評 藍心明心裡還是有一塊疙瘩 就連原本準備好三套的 百萬金鐘禮服 也通通先放一旁 實在氣不過 再向金鐘喊話 姐做的 是幫老闆撰傑的節目 幫觀眾省錢 少走冤枉路的節目 姐做的不須來拿獎 給評審看 距離金鐘已經不到一個禮拜 綜藝卡陣容已經差不多定型 而表演名單也陸續確定 對 壓軸最高手 請到周華間魅力現場 精心準備一連串演出 要用經典歌曲溫暖金鐘舞時 所有參與者 UlienTV綜合報導 除了經典歌曲之外 金鐘獎這次的女主角競爭也很激烈 像是自製自演的林馨如 要對上模特兒 轉戰影劇圈的蔡淑貞 還有一位入圍者 她已經不在人世 就是演出頗受好評的楊可涵 黑就是黑 白就白 原來是沒有黑的就白 後開公主形象 女行星打扮架勢十足 蔡淑貞從模特兒轉正戲劇圈 苦耀12年最後擺脫花瓶框架 演技獲得評選肯定 順利入圍金鐘獎女主角 讓她重拾自信 我每天都在期待 我每一場戲的演出 希望明天趕快到 因為我好想要表現 想要從這裡面獲得成就感 好啦 我跟妳說對不起了 妳要怎麼樣才會不生氣 看妳怎麼表現了 你很幼稚 明明是場荒唐的報復 卻讓林心如找到初戀 意外展開16年的愛恨離合 當他們再度重逢 又是一陣情感糾葛 我們終於好像可以在一起了 然後我就要祝福你和別人 捲土重來的林心如 從演戲到製作 一手包辦的偶像劇 16個夏天 叫好又叫做 身為該劇的女主角 也希望自己能奪得金鐘後冠 大家應該就是得到評審的肯定 都一定是非常的有實力 那說實在的 我真的沒有看過其他人的戲 所以我就看過我自己的 希望自己也可以得到肯定 女主角朱子盈從青春演到年老 挑戰流產 喪夫 再婚的苦情角色 女人的堅韌詮釋得離臨盡致 讓觀眾陪著她一起痛一起哭 曾經以色界受到關注 之後演藝事業幾乎停頓 如今以心聽花開 從谷底再爬起 朱子盈也被視為真厚的熱門人選 而這次入圍名單 卻有一位令人不聲唏嘘 已經離世的楊可涵 在新世界劇中表現 獲得評審一致性看好 只是事業正要起步 選擇聲明結束 外加入圍金鐘獎 令外界更加不捨 處長 我不覺得你是個身段柔軟 彎得下腰的人 我是 你當李醫師的秘訣是什麼 浩勝直爽演出職場新鮮人 獲得不少人共鳴 黃佩佳曾經入圍金鐘女配角 之後又入圍金馬獎最佳新人 如今再也被提名 面對強敵她不敢多想 當下其實我有一點半逃避 不太敢去看入圍的名單 其實在這些入圍者裡面 我真的算是菜的 所以我覺得我還有很多空間 然後還有機會 所以我就不會報太大的事情 女主角競爭激烈 女配角也不遑多讓 模特兒出身的徐瑋寧 演技大爆發 而苦熬七年的李醫景 也要與林宇軒 苗可麗 謝瓊軒共同接受評審比評 不管最後有沒有得獎 女演員們各有千秋的演技 已經牽揍不少觀眾的心 UDN TV 謝瓊軒小楓 綜合報導